大家好,我杨风,今天7月14号 今天的内容是延续昨天的主题 中美通膨大战,美国经济冰与火的交锋 同时,这也可能会是 中美金融战,经济战的又一个篇章 中国央行上星期降准,把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 下调了0.5个百分点 为什么降准,又为什么在这个时机降准? 有许多的争论,也让许多的人看不懂 我们的频道,也有好些网友留言,要来谈一谈央行的降准 另外,杨风等了一两天,终于看到了美国方面的说法 彭博社在两天前的专栏文章 中国贸易可能刚刚开始瓦解 标题下面的描述是 北京的货币宽松,对于全球通货再膨胀的前景 和风险偏好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我们快速的看一下画面,这是彭博社的网路文章标题 为什么杨风说,刻意等了一两天呢? 北京降准,对于美国来说,正好提供了一次在金融上的攻击机会 我们说的金融上的攻击,是指新闻舆论上的造势 对于中国的竞争对手,美国来说,肯定会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台湾雅虎财经,也在当天及时的翻译了这篇文章 但是,标题是更为耸动 台湾雅虎财经,所谓标题是 彭博专栏,对中国资产的炮售,可能才刚刚开始 那么,真实的情形,到底如何呢? 既然中国央行降准的信息,有一些复杂 那么,我们就先回到事情的本质来看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央行,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 是要向市场释放流动性,也就是提供资金 为什么要向市场释放流动性呢? 这是要刺激该国的经济活动,让经济活跃起来 这一次的降准,总共向市场释放了大约1万亿人民币的长期资金 差不多是1500亿美元 所以,降准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就是要向市场提供流动性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的争论是 央行这个动作,是因为经济不好呢? 还是另有其他的考量? 尤其是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呢? 有人说,中国的经济面临的问题,或者是看到了一些问题 所以中国政府需要降准,向市场提供流动性 来刺激经济 于是,就有人大作文章 说中国的经济会出大问题 尤其是这次下调之后 中国金融机构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准率是8.9%,低于10%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那边就开始有说法了 于是,也就有了彭博社这篇专栏文章 中国降准的措施,等于是给美方提供一个子弹 文章中说,人们对中国经济和资产已经明显开始失去信心 降准的消息只会火上浇油 看到了吗? 这篇文章的说法是有备而来的 先是说,人们对于中国的经济和资产已经明显开始失去信心 然后接着是降准的消息更是火上浇油 美国彭博社在财经界是非常有名的 他们为美国的金融市场提供及时的数据 这里的数据是指Data fee 许多的金融数据,这家公司在招募软件人才的领域上 是出了名的TUF 他们在面试的时候,有非常挑战性的问题和考试 我个人所知道的,在C和C++的电脑语言上 这家公司的面试题目是最难的 本来我还预期,是不是可以看到一篇比较中性的文章 的确,这篇文章用上了专业的分析 只不过,文章的推论和结论是早就已经定下来了 另外,台湾雅虎财经,虽然是翻译彭博社的文章 但却是另外加了自己的标题 只不过,彭博社文章的内容只是说 对中国的经济和资产失去信心 并没有说对中国资产的抛售 这应该是台湾雅虎财经自己的解读 其实呢,这没有什么稀奇 去年12月28号,彭博社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们也曾经引述过 那篇报道说,原本中国可以藉由新冠疫苗 来取得和许多国家的紧密联系 但是,这反而显示出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疫苗的不信任 那篇文章还强调 中国的疫苗会跟一带一路计划一样 会受到质疑 并且只有贫穷国家才会使用中国的疫苗 所以,今天看到这篇文章也不奇怪 节省时间,彭博社这篇文章的其他内容 我们就不一一解说了 现在,杨峰为大家解释一个模式 一个过去美国曾经用过的布局 彭博社这篇文章的观点 所以,就好像是2013年、2014年那时候 当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慢下来了 出现了要不要宝巴的声音 后来的说法是,不追求宝巴了 第一个原因 一味的追求高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第二个原因 中国应该要追求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而不是为了要冲高GDP 第一,牺牲了环保,牺牲了社会成本 第三个原因 中国需要追求的是,能够持久的经济增长 而不是短期,暴冲式的经济增长 不过,有趣的是 中国的经济增长,落到了8%以下 然而,这时候,西方的经济学家们 华尔街的分析师们,还有投资银行等 纷纷大作文章 说中国的经济会硬着陆 简单说,就是中国的经济不行了 甚至于是有危险了 为什么说这是有趣的现象呢? 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有7% 但是,头时期的日本GDP平均只增长1% 欧洲呢? 那时候,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在0%上下荒荡 因为那时候,欧洲有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 欧洲的经济,2014年有所回升,但是也只有1.6% 美国方面呢? 美国比欧洲好,但也是在低档徘徊,大约是2% 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都不怎么样? 为什么?这些世界知名的投资、银行、分析师、经济学家 却纷纷唱衰中国的经济呢? 难道是,1%到2%的经济增长没有问题? 然而,7%的经济增长却是大有问题呢? 第一个理由,我这边不好,看到人家好 心里面总是有一些不是那么滋味吧? 最好大家都一样 那么,我这边的不好,也就没有那么不好了 第二个理由,那时候全球都在抢钱,争夺资金 想要争取更多的资金,流向自己的国家 那时候也是全球金融危机,刚刚过去没有几年 尤其是美国,美国的经济,比起欧洲和日本来说,恢复的比较快 美国需要开始回收美元了 也就是开始剪羊毛的过程 所以,这就有一点好笑 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都不怎么样 用大陆的习惯用语,就是不砸地 但是,这些专家们却把焦点都纷纷放在了中国 中国7%的经济增长,却成了大问题了 而说,中国的经济会硬着陆 其实,这就是全球金融的话语权 尤其是美国,要把金融危机时期所蒸发的美元回流 那时候欧洲经济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 那名问题 如果中国又出现了经济硬着陆 美国就可以成功地吸引当初所蒸发的美元 流向海外的美元,让他们回流 也同时可以吸引海外的资金,流入美国 这样的话,是一举两得 这样,就出现了中国7%的经济增长是大问题 但是,欧洲和美国1%或者2%的经济增长 却不是什么大问题的情形出来 杨凤要特别说明,其实中美金融战 以前就打过了 上个月,6月20日的专题视频 通膨吓得疯狂,对抗严重通膨的利器 这一期的视频,我们详细介绍了中美金融战的过程 那一次正好是美国要回收美元,也就是剪羊毛的时候 美国安排了好几个布局 正当一切顺利的时候,没有想到中国阻挡了美元的回收 那一次,美国并没有顺利完成美元回收的过程 其中的一部分,被中国给挡下来了 那么,这一次呢? 上一次就是因为国际资金,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信心 所以一些国际资金,在离开欧洲之后,并没有留下美国 反而是停留在香港,事急而动 而这一次,彭博社说,能不能对中国的经济和资产 已经明显开始,失去了信心 很显然的,这可能是新一轮的中美金融较量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从今年2月19日开始,就一路往下跌 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了 一些著名的中概股的跌幅,从20%到40%的跌幅 中美在金融以及经济上的征战,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围绕在通膨和疫情上,继续缠斗下去 中国央行降准,按照官方的说法,其中所释放的一部分资金 将会被金融机构用于归还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 还有一部分资金,会被金融机构用来弥补7月中下旬 税期高峰的时候,所带来的流动性的缺口 整体的操作就是,针对其中一定的比例,先释放资金,然后回收 这样的话,仍然保持着,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总量 就不是像美国那样,大印钞票,大放水 这种操作,是属于定向的操作 由特定的对象,由特殊目的的资金流动 并且,这是要增加银行的长期资金占比 目的是,要增加银行对实体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其实,这种金融操作,各国都会有 美国联储会,企业界,甚至于是大学单位,都有类似的操作 比如说,对于资金,或者是长短期的债务,做一个调节 也会因为利率的不同,做一些调节 但是,到了中国这一边,就变成了大问题了 好像是被抓到证据一样 美国人有一个说法,叫做smoking gun 中国央行教准,对美国来说,就变成了证据确凿 中国经济一定是陷入了大麻烦 彭博社的文章,还因此推论出 这是因为北京对政治的担忧 以至于北京对中国企业的治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看到没有?重点来了 彭博社这篇文章,最后一定要推论到,政治上来 推论到,共产党要保住政权 所以,这篇文章又接着说 前阵子北京调查滴滴答车 这是拆毁了,最后一根脚 彭博社又说 去年底,北京叫停了蚂蚁集团的IPO 也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中国政府,不得不在政治和自由市场之间做一个选择 并且彭博社说,最后一定是为政治服务 政治考虑,永远是最后的胜利者 目的就是要保护党的政权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美国可以进行反托拉斯,反垄断的调查 美国可以进行考虑安全问题 但是,如果是中国政府进行反垄断 或者是安全审查 美国就会说,中国违反了自由市场 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政治上的极权 或者是党的不安全感 杨凤的判断是,有几个层面 第一,北京的确看到了经济增长会慢下来的可能性 我们来看一看数据 中国6月份的PPI,生产者价格指数 同比涨幅放缓到8.8% 环比的涨幅明显放缓到0.3% 其实,8.8%还是很高 环比的涨幅少了很多 只有0.3% 那是因为之前的经济增长 这大幅增加 但是,还是正的 另外,中国第二季度的对外贸易 跟第一季度相比,增长了12.5% 这个数据还是很好 那么,为什么中国央行还是采取了这样准的行动呢?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点 北京应该是预期的 世界经济在今年下半年,有可能会复苏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些国家,比如说印度和越南 就会开始跟中国增强出口市场的份额 所以,中国央行就先降准 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来活络经济 有关这一点 刚好是我们昨天的视频所说的 如果今年下半年,全球疫情受到了控制 那就是北京先未雨绸缪,来预作准备 但是,还不一定哦 现在印度的变种病毒 Delta,传播的很厉害 美国50个州都有确诊的病例 以色列和英国都受到了Delta的影响 第三点 这几个月来,国际原物料的价格 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了 中国央行就降准,向市场释放流动性 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尤其是那些中小企业 过去这些年来,中国央行时常运用存款准备金率 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工具 这是中国央行的重要工具之一 中国需要注意的是,如何为这些资金创造良好的流动性 根据过去的经验 当央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时候 这些资金,会有些比例流入房地产 这才是中国政治的问题 而不是彭博社所形容的那样 坦白说,今天这个世代是大水漫灌的世代 各国央行都在印钞票 各国的政府债务也都标得很高 到了紧要宽头 就看是谁的中央银行操作的比较好 那么操作不好,会怎么办呢? 那就是像水淹金山寺那样 一旦经济衰退来了,就会被淹没 那么在现阶段,世界各国,谁是有准备的呢? 美国,欧洲,日本,还是中国呢? 去年2020年,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 世界主要经济体,几乎都在印钞票 尤其是那些防疫表现差的国家 美国和欧盟都是 美国在去年重新进入了零利率的时代 并且搞了无限制的量化宽松 而在2020年之前 欧洲几个国家和日本就已经进入了负利率 中国呢? 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 中国的确也是在搞印钞票 而且比例还不低,搞了一个4万亿人民币的计划 但是,中国在去年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 迅速恢复经济 就不需要跟着欧美一起放水了 今年,拜登一上任 果然是,新冠上任三把火 看老夫手段如何 一上台 拜登就搞了一个1.9万亿美元的疫情纾困方案 接下来 拜登又想要搞基础建设计划 家庭支出计划 半导体产业链计划 美国版的一带一路计划 等等 拜登的计划很多 让人目无夹接 计划那么多 就免不了要印钞票 印钞票不够,就要加税 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 杨风就说 民主党的总统,特别会加税 拜登上台,一定会想办法加税 拜登的前任,欧巴马 在任内的时候,就搞了一个肥咖条款 为了要想那些在海外的美国企业和个人征税 于是,就搞了这个法案 美国通令全球的银行 必须要将美国个人账户 到达5万美元以上 或者是企业账户余额 达到25万美元,向美国申报 否则的话,罚款 如果不执行美国的规定 这些银行在美国的收益 会被征收30%的税 那一次的肥咖条款 美国进行得很顺利 因为美国的金融霸权 无远福建 号令天下银行 让默感不从 其实,肥咖条款,就已经很奇葩了 拜登现在要搞一个全球企业最低税率 拜登不只是要在国内加税 还要国外的企业一起加税 而这一次,美国靠的是手腕 我们以后再谈 问题来了 不管拜登政府最后加税的结果如何 这一次,好像欧洲跟中国都还没有跟进美国搞量化宽松 如果只有美国自己搞量化宽松 对美国是不利的 如果是大家一起来放水 那么美国放水的结果就会被稀释 但是,如果只有美国自己搞,那就危险了 因为到时候,美国就无法顺利的把通货膨胀甩给其他国家 让大家一起来分担后果 那么,为什么今年,中国和欧盟不跟呢? 让美国自己一家表演呢? 中美欧三方,未来会如何走? 我们5月13日的说法 一次经济衰退,美国将无力再针对中国 那么,这个日子还有多远呢? 另外,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布局 背后都需要资金 那么,中国会如何发挥资金池的效用 来支持全球布局呢? 最后,彭博社的标题说 中国贸易可能刚刚开始瓦解 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在今年下半年,也可以验证到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风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